我們今天來介紹這一組是日式的音樂麥克風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它的外包裝盒 整個看起來很童趣喔 那我們現在先來介紹一下它的本體喔 因為這一組它本身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先用角度這樣子拉來稍微看一下 上面呢這個就是麥克風 那我們現在先把那個電源打開來 這裡呢就是裝那個3號電池3顆 然後電源開關在這邊 往右轉 有沒有那個燈光已經跑出來了 下面這一根燈管 它這裡有那個彩色的燈光 那如果在那個暗暗的地方啊 關那個電源關掉的話會更漂亮 那這邊呢 往右邊轉的話就是音樂會更大聲這樣子 那它有那個兩個按鍵 這個按鍵呢就是它有那個內建的音樂 它總共有16首歌 在每按一次又換另外一首音樂 然後你也可以跟著它唱喔 那這個呢是那個 這個是歡呼聲還有那個拍手鼓掌的那個聲音 就是 只要唱完 歡唱者唱完的話就可以按這個 那個獎勵它 好看一下那個麥克風 那麥克風呢它這個角度可以調整 你可以依照那個小孩子的那個聲高 可以做調整 然後它這裡 也可以調整它的那個高低 這邊 這裡可以調整那個有三段式 可以調整高低 好 那我們現在先 連接那個MP3來示範一下 MP3的話就是 插在後面這個 那個插孔這裡 然後你的MP3呢就可以把它擺放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那個插座 好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插座 那也可以放手機 我們用大聲一點 那種 你用大聲的插座 然後你用大聲的插座 啊啊啊啊 小丁叮叮叮 我心血 小月的羊羊 所以呢 他是真的有音 會有出聲音的麥克風喔 也是像那個坊間那一種 那種聲音都小小聲的 所以這個小朋友會更喜歡 所以呢 小朋友們趕快來玩吧